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跑 打门 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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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场比赛 仅仅进行了9分钟 确信的说还不到9分钟 中场的核心王永莫 用他标志的认一球 远程发跑直接并中目标 山东鲁路队1比0领先北京国安队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局 又起到了中流砥柱的这种作用 不愧是核心的 当之无愧的核心球员 这么着 韩蓬 做球 漂亮 马赛纳到了对方进去内 下半一波 右脚失败 这个是鲁能在防守的时候要格外注意的 二次号张奇兴 马赛纳 封线上的马赛纳一直在回追 张奇兴传中了 投球 哈努特强到了这个点 看看鲁能队又是一次进攻的地坑 马赛纳 人球走过 躺起来 到了进去内 该横床了 被推倒了 点球 点球 上半场比赛继续落地39分钟 马赛 这次过断了拍反了点球 这超强的个人能力 先是人球蹦过 过了对方猛呼上来的一名后卫 然后拿球指导黄龙 烧声下了 王永波助跑 打满 球进了 扣进了2比0 2比0 在上场比赛进行到第41分钟的时候 王永波出发 点球命中 这是一个毫无争议的点球 即使是赢了这场球 也未必服气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任意球 王永波 哇 打败了横梁上 刘阳在上场之后呢 是打了右边后卫 看看王童 王童的速度很快 斜线冲击地区 横传到周末 吕正轻堆空门入门 球又进了3比0 将就横传到门前 而吕正跟上 他只需要轻轻地做出一个推射的动作 就能够扩大比分 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又是一记传中 马赛纳在跟杨志比速度 哇 杨志 过 再塞过去 好的 正轮 横传到周末 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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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比0 获胜的话应该属于完胜了 而4比0 已经是收获了大胜之喜 这个球同样是体现出了非常好的配合 看一下正轮 并没有起高球 而在门前强点这方面的表现并不多 但是人们对他的期望值很高 希望他能够表现得更全面 看这个球 哇 哇 国安队其实有机会破门 但今天卡努特真的是走霉 就能追伐了 线 说 靠里 这 lod 头 大 停 感谢观看